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花花 有很多车友会想要一台外观看起来小小玲珑一点 但是里面要住的舒服一点的房车 其实这本身它是一个矛盾体 因为车子越小里面越难布局 跟房子一样里面越大坐又越舒服 但是我们在飞翔房车出品的这一款 基于福特新全顺V362底盘打造的小丝头房车 取名叫做小飞翔的房车里面 我们基本上能找到它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 整车的长度是在5米75 宽2米15 高2米78 可以说是属于小额头范畴类的一个 基本上最小的一个车型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小车型里面 它会去如何布局让我们住的舒服呢 我们一起走进车内看一看 其实有个车友在选择这款房车的时候 也是取决于车辆的本身 因为这款车子它是一个汽油自动挡 2.0T的排量 617的自动挡 所以不管是男女老少 小司机 老司机 都可以很轻松地去驾驭它 也有人会说这款车会不会小马拉大车 其实我们这款房车的定位 就是我们一到三口之家来使用 如果您有会四五六人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行李物品 要放在车上的话 我不建议使用这款车了 会让它负重前行 但是一到三口之家使用的话 动力完全没有问题 那您见过在小飞巷里面做五座的布局的吗 来 您看一下 不管是B型房车还是T型房车 那最经典的五座布局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的副驾驶这个位置 做一个连排座椅 那之前经常有人会问 那做连排座椅之后 它是不是就不能旋转了呢 正好我们今天通过这款车的展示 大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 即使做了两排座椅 它还是可以进行旋转过来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驻车情况下 就可以有一个五人对座的会客厅了 第二排的座椅呢 用到的是两把独立可调节的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汽车座椅 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要航空座椅的话呢 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安装航空座椅的 不过呢 安装航空座椅之后呢 它会对过道空间有一些影响 会变得更窄一点啊 其实这个座椅呢 它的乘坐舒适性也是很好的 它也可以进行各种角度调节 比如说再看一下 这样的前后调节 然后椅背呢 也是可以调节的 甚至呢 它还有一个侧滑功能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的行车情况下 就能给我们最大程度的一个舒适感受 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每当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 都会选去尝试一下当地的美食 但是一旦我们这个新鲜境过去之后啊 可能就会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以及自己记忆里的味道 那我们这款房车呢 就是无论您走到哪里 都能让你无时无刻 满足在房车内进行烹饪 一般房车里面呢 就只适合做一些减餐 或者只能做一些减餐 但是飞翔房车 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个室内厨房 是可以让您自由的实现烹饪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室内厨房的炉具 采用的是一个内置的柴油炉 柴油炉的好处呢 它是省电还很安全 大家不用担心用电问题以及安全问题 因为它没有明火 有明火的千万不要在车内用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操作空间 包括上方它有一个升降储柜 降下来之后呢 这个储物空间就更大了 所以能解决这个车内做饭的空间问题 那第三个呢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油烟问题了 所以看这边有一个车油烟机 当我们在车内做饭的时候 可以打开车油烟机 如果车油烟机还抽不干净的话呢 我们再打开新风系统的一个正负压 快速换气功能 从新风那边给个正压 这边有一个负压 就可以将我们车内的易热抽得一干二净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呀 其实一天待的最多的地方呀 还是在床上休息的时候 所以作为一台房车的话呢 必须要有一张固定床 除非您的房车它的用途就是商务接待通勤来使用 只要说有旅居用途的话呢 就必须有一张固定床 因为我们来回倒通的去拼床呀 或者变床呀 那都是不是长久之计 并且也很累 所以在这台小飞行上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张一米二五的宽 两米长的一张双人床布 方便我们随时想休息就可以休息 想象一下夜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倚靠在这个床头 然后打开上方的这一个蓝牙音响 连着我们喜欢听的音乐放着音乐 然后和家人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一路上的趣事趣闻 或者说是打开前方这一个 三十二寸的网络电视 看看电影 这这句都是很美好的 当我们夜间想要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随身的一些衣物啊 或者说是装饰啊 我们都可以打开旁边的 这一个铝合金的吊柜 然后把我们的东西放进去 进行一个收纳 也是很方便哈 并且呢 手机没电了 这是最常见的事情 那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USB的插口 方便我们来充电使用 如果夜间有企业的习惯的话呢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小小的阅读灯 也方便我们上下床提供一个照明使用 那当我们真正睡觉的时候呢 就可以将我们这个隐私链拉起来 就和我们前后有一个很好的隐私效果 甚至旁边上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挂衣钩 我们的衣服也可以挂在上面 房车大多时候的使用状态呀 都是两个人 如果偶尔有三人同行的话呢 也没关系 在我们的会客厅上方呀 可以通过电动按钮 一键升降下来一张吊床 尺寸是在1米25乘以2米 沉重是在600斤以上 睡一个人的话呢 简直不要太奢侈 睡两个人的话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呢 它的两边啊 都会有一些遮挡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睡觉的时候 会很有安全感 同时我们的手机没电的时候 还是可以有一个USB插口 方便我们同时充两部手机使用哦 在车身的尾部呢 是一个固定的洗浴一体卫生间 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 卫生间的亮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呢 上方有换气扇 所以称力的换气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也有独立的淋浴花洒 下方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储物空间 当然了 这个有飞翔二字的 就是一个折叠的洗手盆 再往下方看的话呢 是有一个进口的抽拉马桶 它的亮点在于 它可以进行一个策划 最大化的将我们的空间 利用到极致 所以啊 这样的一个 外观小巧玲珑 内装非常温馨的 移动小家 各位车友爱上了吗 大家不要关心的水电问题 讲一下哈 这款车上标配的水的话呢 是有140升的清水箱 60升的灰水箱 以及500安时的 免为护电池组 车顶还有300瓦的太阳能板 标配入价39.6万元 好了各位车友对这款车子 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 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